皇上 张玉使等几位要觐见皇上 是为了党相使者被杀一事吗 是 包拯带人去了党相使馆 和党相人发生的冲突 党相人认为我大宋已逝欺人 就 就什么 他党相人就让我大宋的官员来逼宫 让朕惩处包拯 是 我大宋已礼服人 以律之国 以德量才 以儒治天下 从不欺人 也从不以示压人 包拯这几句话说得好啊 软中带硬 没有丢我大宋的脸面 可张玉使还在外面等候呢 我大宋的官员 何时开始听党相人的指示了 我让他们走 这都过去两个时辰了 这个崔父是说有失暂离 孩子也该生下来了 他怎么还不回来 少安勿躁 大人都不着急 你着什么急啊 暴行 心要静 心静才能拨开云雾 看得明白 看得通达 大人 这么说您通达了 那您给我说说呗 您想明白什么事了 谁杀的事关 谁杀的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杀 怎么样了 我家主人煽动玉使弹劾包拯 但被皇帝给挡了回来 那如何是好啊 包拯此人心细如法 短短时间就从尸体上寻到蛛丝马迹 我 你急什么 不是还没破案呢 想破案要人赃并获 人赃并获懂吗 一世下 我家主人说了 没有抓到杀手 没有找到证据 就算是包拯查到了些什么 也无济于事 你只需让包拯什么也得不到 最好让他也陷进去 明白吗 明白 着火了 真着火了 大人 您不知道幕后之人是谁 老天知道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定是那党向人 对我大宋图谋不轨 你们看 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开始惩罚那帮党向人了 大人 着火的地方好像是停尸房 停尸房 大人 危险呢 快进去救大人 怎么救啊 我 我 大人 我来 你拿拿 你小心啊 把大人救出来 大人 大人 没事吧 没事 走 走啊 快 大人 快 大人 大人 没事吧 大人 那尸体 大人 定是有人蓄意放火 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是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包拯胆大妄为有负圣恩 当斩首示众 给党向人和各国使者一个交代 陛下 包拯给我大宋丢人 臣也认为包拯该斩 包拯纵火可有证据 只有他在场 党向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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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向人认为在就是证据 按党向人的逻辑 党向使者被杀 使者房外的人 那就应该是凶手了 陛下 不能姑息养奸哪 包拯闯党向使馆 跟党向人兵戎相见 实在犹如我大宋 辱在哪儿啊 包拯察案 是朕的旨意 你的意思是朕错了 臣不敢 陛下 包拯致使我大宋 在刺史一案上被动 你言下旨意 是我宋人 行刺的党向使者 可有凭证 党向人在我大宋 扣押朕的大臣 诸位可有什么说法吗 朕 你们不说 朕说 命 九门兵马司封锁京都 为保护各国使者不受行刺 各国使馆重兵把守 命 党向使馆立刻释放我大宋官员 如有为抗 斩 陛下 如此做会引起各国 尤其是党向对我大宋的敌意啊 扣押我大宋的官员 如同向我大宋宣战 我大宋对此事不闻不问 岂不让大宋百姓寒心 让各国小事 至于党向 命包拯 限期三日之内破案 查出幕后真凶 如果限期查不出来 斩首示众 遵旨 是 斩昭何在 臣在 你不是 一直想跟着包拯吗 朕命你为开封府推官 协助包拯图案 遵旨 请 各位且慢 兵器请拿好 来 为何不趁机除掉包拯 皇帝有意 保住包拯 这个时候杀他 一定会坏了我们的大忌 皇帝只给包拯三天时间破案 三天内破不了案 我家主人和党相王 我们何必在这个时候 多此一举 用使者被杀为 让我党相起兵叩鞭 协助你家主人夺得宋国皇位 你家主人 真是好算计啊 你们党相王也不亏 以后不用再向大宋称臣 还用一个党相使者的命 换我大宋三州之地做赔偿 你们应该知足才是啊 好一招借刀杀人哪 宋人真阴险 这个房间的布局 和刘使者的房间非常相似 你们都想想 假设现在我就是流失者 你们都是杀手 如果你们来刺杀我 你们怎么做 我要是杀手 并藏于暗处 趁屋中人不察 守卫不备之时 从窗悄然而入 自治 现场查看结果 门窗完好无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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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